朋友们好 今天看完盘整个人轻松了 不装了 摊牌了 今天轻仓了 当然我严谨一点来说 不是这个轻退的 而是这个轻重的轻 轻仓了 之所以反正就是五成仓位以下了 我也不敢说的太具体了 说的太具体了 之后回头又被禁言了 怎么办是吧 留言板又显示不出来怎么办呢 反正就是现在我很轻松了 OK明白了吧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去选择市场 首先第一个承认自己这个失败 本来这两天我都还在等的是啥呢 就是咱们上周不是被错杀了一下吗 其实反而在一个平盘市场当中 上周没有错杀之前 大盘一直很平稳 缺口也补完了是吧 他就需要一次变盘 而上周的周四周五的变盘 是向下的跳水式变盘 而那次向下是有市场误解的 就是消息面过分解读 所以出现了过分下跌 恰好又是金融板块和容易态动指数 于是到了本周 我就在期待那被错杀的部分 咱们是不是人家受委屈的 给他补一点回来呢 到了今天了 几乎可以讲 场外能够给到场内的不干扰 已经是给到极致了 结果场内还是不争气 没有 就是超级反弹都没有 当然你要去找借口的话 今天早上也超级反弹了的 是吧 然后昨天我那个视频也讲了 昨天下午的时候就来了一波超级反弹的 所以连续两波的超级反弹 你说人家有没有反弹动能 有 只是说这个动能在实现的过程当中 人气的跟风 比如说今天早上 早盘也来了之后 低开上冲下行 下行的那一波到达了 差不多30个指数点之后 马上就往上抬 那一波往上抬 直接让大盘涨到了10个指数点吧 整整三四十个指数点的迅速拉抬 我跟你讲是非常吸引人的 幸好我说实话 这一点你要关注我了 还是关注的对 至少我给大家提了的是 咱们如果说今天早上有一波上冲的话 一定不要去冲锋 是吧 先看一看 先稳一稳 你看后来不就没稳住吗 所以朋友们发现没有 本周市场行情来从周一到周四 每天都有反弹的理由 每天市场都在觉得要超跌反弹 除了星期三 有一点点回落诉求之外 每天都在做反弹 但是每天都在做套牢盘 都给你谈了的 今天进去的又被套牢了 昨天下午进去的反弹的也被套牢了呀 所以这就会造成市场现象 现象越来越大 自然而然 短期之内你要期待厂内自身发生变化 他自身通过内生动能产生一些形成规律的这种炒作 形成趋势几乎我觉得是可能性比较小的 那么我们的目光就只能聚焦到厂外去 而之所以我今天会选择清仓的原因是在于我对厂外呀 有期待不是现在 现在的话无论是国际关系 还是这个政策导向 还是货币 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行业发展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它都在一个 反正说不上来吧 就是都没有太偏向于利好 它的发展轨迹要马上 这个大转弯 这个180度转弯 转向为利好的话 可能还是不太有这个概率 所以在消息面当中 可能大家能期待的 比如说现在注册制有点声音了 应该行业内的朋友们都应该听到了一些消息了 这个不足为奇 有声音归有声音 要真落地的话再怎么着 不是说马上就能来得了的 我们在空仓空仓等到这个小长假之后再来决策 我觉得也来得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政策导向 本来也是在10月份的时候 关键期嘛 那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大的政策导向吧 所以综合这些消息面 就是场外的因素的话 我想了一下 我干脆还是清仓一下 我等到10月的那个小长假之后的那一周 我再来做决策嘛 那个时候至少说你 你更临近这些政策呀 消息面呢 或者国际关系的这个窗口期嘛 尽管哈 我现在空仓可能只空得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或者说不定的 时间很短 但是我每天在这个行情里面 我这个忧心重重的呀 我想了一下算了 我这个券商服务我那么久 是吧 我交易一下 我给人家刷点手续费啊 让人家也赚点我的钱 是吧 好过我在股票市场里面每天提心吊胆 指不定哪一个传言来的时候就让我亏一大笔钱呢 所以这是我的第三一个今天会清仓的理由 就是现在市场受到了一些外部的传言干扰 很多行业一旦有传言来了之后 先跌为敬 甭管真的假的我跌 最后后来给你验证这事不是真的 就是一个谣言 但是它不涨 这是第一个市场现象 第二个就是监管严格 就比如说现在市场当中有一些个别的公司啊 那连续上涨三四个涨停 马上就给你发这个监管 还来了 就代表市场在管理层面上也是处在了一个什么呢 不希望大家在短期之内去做这种纯资金性的疯狂的概念性炒作 咱们就是一起做过渡 一起做平稳 然后期待什么 惊天大雷 期待大的东西来形成市场的这种大的趋势大的效应 所以既然如此 现在市场都在等过渡 那我就等过渡吧 我也一起过渡嘛 是吧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当然你要说万一这个小长假期间都给发出来了 你长假之后你买不着了 邀哥 完全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是买不着的上涨型利好的话 那是生命中可遇不可求的偶然 对不对 他能买得着 得让大家都参与 他才能够涨得高 没有人上得了车的东西 你想想他能涨多久 就像我们讲个笑话 就是新股上市第一天 你会发现他们的股票上市公司 他那个贴吧里面 所有人都在倡议是 大家不卖 这个公司就永远不会跌 确实逻辑关系就是这样 我们都是新股的原始股东 要是我们都不卖的话 然后天天还去挂单买涨停的话 这股票不得天天涨 股份就这么多 大家都稀罕的不行 但是为什么新股上市就永远行不成这样一个效应呢 就是因为你想要一个资产不断上行 就不断的会要有新人上车来拉高你的资产价值才能办到的 所以如果说国庆节他就把利好出来了 节后就不给我上车的机会了 那我就认了 这个命理没有 可遇不可求的事 只要是能够给上车的机会的东西 他才具备着继续上行和持续上涨的趋势性动能 所以我这一点我还是想的挺明白的 那么我的决策就出来了 所以今天就清仓了 然后我大概就会等到国庆节之后 再来说接下来下一步的市场安排 应该在国庆节之后的话 我还是会继续参与市场的 因为就到了很多这个密集期了 窗口期了 好到现在为止 尽管今年没结束 我也是做一个小的总结 春节之后入场的 去年的这个11月份左右是完全清仓了的 然后空了几个月 躲过了春节的那一波下跌 但是呢没有躲过春节之后的这个萎靡的市场行情 春节之后按来不住 马上我就给进场了 当时进场的信号 主要是在于货币的不断释放吧 大家都明白 于是当时第一个选择的就是基建 消费白酒 以及金融 当时选择这三个板块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它是符合市场逻辑的 然后在8月份的时候选择了半导体 总体而言四个板块 到今年为止我亏损7%的几 亏损幅度也算是比较大的了 但是我为什么我选择板块没有问题呢 因为今年很遗憾也很惭愧的是就是没有去选到新能源 你除了新能源之外任意其他的行业板块都满一般的 而我选的这些板块已经在这些一般的板块里面至少在平均线水平往上稍微上移了一点点了 所以我觉得我的选择有问题 但还不是那么致命 就没有去至少就是选到更惨的嘛 当然这个叫点名 我以前也比较喜欢的像医疗这种板块 当时年初我还纠结了一下 这现在还是很感恩 那么同样来说的话 就是今年最后十一国庆节后 还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 全年市场都非常的萎靡不振 那希望最后这剩下两个月时间 你能带来一些机会吧 而且我也相信吧 因为已经可以这样子讲 我们的经济打后手打了很长时间了 可能十月份之后会变得更加主动 一旦变得更加主动的话 它会给到一些宏观调控层面上的机会来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可能会比今年过去的这段时间 要好炒股票一些 但是它是不是又会走成像五月份那样子 咱们只炒新年就炒新年 别的什么都不炒 就是十月份之后只炒某一个东西 别的都不炒 会不会走成那样的这种独立式行情 我不敢保证 但是我觉得十一国庆节之后 就是今年还能够迎来一波行情的概率 还应该是比较大的 所以就希望能趁着那波行情 让我回那儿写 然后今年的整体过完年 12月份翻过去了之后 能够交一个正向的收益率的答卷吧 行了 剩下的咱们就留言板讨论一下